昨天听了师父解答 公车驾驶员临死的青蛙算是严重杀烟 及其共业之后把我吓坏了 因为我也同样的问题 是我每天有帮助大家丢啰嗦 而啰嗦袋里天天都有一大群一大群的蚂蚁在里面 都被我和啰嗦一起丢掉 所以想请问师父这些蚂蚁的宋命算不算是我啥的呢 弟子没有智慧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如何才不让蚂蚁过来 盼师父教导感谢师父弟子 不敢造作无界的任何业界 如果是我家里的蚂蚁 我就没有这一层烦恼和害怕 因为我会啰嗦分类 即尽快处理掉 或者是和他们共存 前一次 这是中国的同修 他是在西本 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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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汽车的驾驶员 好像是开货运 每一天晚上 看到那个马路上 成群结队的青蛙 很多 所以他们车子经过的时候 常常年死很多 这是在夜晚 成群结队的青蛙 那么看你这种情形 这个蚂蚁跟青蛙不一样 蚂蚁的生命力很强 它在啰嗦堆里 你把它啰嗦堆 丢到啰嗦堆里 它也会爬出来 它也会在底下挖洞作物 所以这个跟青蛙不一样 决定不能够有心去杀害它 当啰嗦处理 它们并没有死 它是活的 在啰嗦堆里面 它也会爬 爬到里面爬到外面 这个青蛙不想吐 所以只要有一个 仁慈的心 爱心 爱护小动物 就很好 也常常帮助小动物 假如这个啰嗦里面 是用这个蜜蜂的塑胶带 蚂蚁在里面 那它就有生命危险 当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身上可以带个小剪刀 带个小刀 把这个塑胶带的时候 各一个孔 它能够爬出来 当你到啰嗦的时候 把它剪开 剪一个小洞 它能够有深路 可以出去 这样就好 通常最好是剪两个洞 它里面空气就可以流通 这都是对小动物的爱心 一种做法 帮助它能够存活 这都是对小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